嗨 大家好 很難得今天和一個相識很久的朋友再見面 亦是我的前輩 這麽優美的環境 亦是Alan的私人空間 這叫莊子藝術 從大自然啟發出來的莊子藝術 這是來自京都竹林的概念 用燈光經過透影進來 變成一個現代的竹林 而這個竹林是不斷變化的 因為其實這是日光 日頭和夜晚黃昏一直有變化 所以非常難得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我第一次見你差不多五十年前 因為當時我還在讀中學 在附近 在附近 曾文泰 當時我一個美術先生 亦是你的美術先生 陳順美 是的 當時我讀中五 即是快畢業 他跟我們說 我教過一個學生現在很厲害 即是在港澳公司做藝術主席 剛才我自己也做到 是的 他便說 我問了他 我帶你去參觀 於是 因為當年的中學 不太重視美術科 所以真的 還可以選擇 讀美術科只有幾個同學 當時陳老師帶著我們幾個 去銅鑼灣 那間叫Yung Niko Yung Niko 是 是 上去的時候 就見到一個很帥的人 你知道那時輕溫那 即是長頭髮 紮的襯衫 喇叭褲 當時我覺得最羨慕的一件事 就是 製造Maka 甚麼顏色都有 幾十支 慢慢變 真的多漂亮 我當時就想 我都要做這一行 但結果 因為我自己不太坐得定 所以我覺得影相 好像比較流動性大 於是我結果做了攝影師 你聰明 我就熬到現在 也不是的 另外一個緣分就是 你弟弟跟我同班同學 在Polet 在Polet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他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當時同學的時候 他也有跟我提起 我就覺得這個世界這麼小 但你也是讀設計 我跟他一起同班 即是你也是讀Graphic Design Packaging Packaging 還是拍攝了相機的 拍照呢 我其實就是喜歡 因為我感覺 當時Polet 是沒有major in photography 沒有攝影的主修科 攝影師是其中一科 興趣班 那些他教過 我全部中學都玩了 所以很好笑的 就是我在Polet 畢業的時候 我教的功課是攝影為主 當時攝影科的老師 我們一人一攤位 小英科的老師就站著看 然後我過去問 你覺得怎樣 他說挺好 不過你小英科不合格 我問為何 因為你不交功課 因為我最後那年經常走課 沒有所謂 我覺得要忠於自己 總之 還有一個有趣的事 就是當時的評分 是找了一個 External Examiner 即Henri Steiner 那年代很厲害的設計師 他來評分 我見到他 他進去我的時間 他一看 他周眉 然後拿去看 我馬上走過去跟他說 我說 因為我想做攝影 我不想林畢業的包裝 交一堆包裝出來 因為我說我不會做包裝 我說不如你看的時候 你不要管我讀什麼 你還看這批東西 是值多少分 這樣看法 我相信如果我當時不是走出去跟他說 可能我會不合格 因為他覺得你都不是 即我有幾件包裝 因為你那個系 是主要做設計包裝 對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啟發 但你一出來就做攝影師嗎 是的 一出來就做攝影師 不是 我出來是打工先的 都是做攝影師 做攝影助理 當時不是 我是在雜誌那裏 又做設計又做攝影 他那個一腳踢 就是你又要拍照又要做設計 全部都做了 所以就比較快上手 但那個不好處就是可以跟別人學習 經驗就會少 因為你出來自己做老闆差不多 是的 那就說回你了 我聽美術老師說 當時你那間學校沒有美術科 所以你哥也是教書的 所以你哥就找了他 因為我很想從事美術 因為我六九年會考 理科的 我讀數理化的 但我很喜歡畫公仔 畫攝氏明星 去灣仔國民戲院 環球犬門口 去看戲橋 戲橋上面 打完格子 一個個大頭 我用打格子的方法 自己畫些明色的 畫得不錯 就是鼓勵 我自己覺得 美術 那時沒有說設計 是美術 我喜歡畫圖 但我又想去 入設計或廣告行 入廣告行 你一定要有這些知識才行 破裂剛開始有一個設計系 我考學校 隔了一年就考美術科 那時考之前 找了陳順美 我們的老師 幫我補課了十個月 再考這個試 我拿了一個credit 於是準備報名 去讀書 但我又同期時間 寫信在國安公司求職 隔蘭港公司 全香港最大的公司 在太子行下 突然說請我做trade 我便沒有去讀書 沒有去poly立校 便直接上班 由那時70年開始 即實戰 實戰開始到 頭十年 七年七九年 我在四間公司 很努力學習打工 其實這樣學也有好處 因為實戰的機會 你在學校未必有 但我沒有放棄 同時我上班 我晚上去大一設計學院 讀一個兩年的平面設計課程 但我讀了十個月 就覺得老師太慢了 我不可以說他蠢 我覺得老師啟蒙都不搞 和我公司的鬼佬教我快很多 於是我就不上課了 十個月 然後我就一路做出來 我十年裏 在四香港公司 跟了四五個我帶出我走出這條路的老師 全都是外國人 所以我十年學了很多實戰經驗 落戰場打仗 然後你何時才自己 八零年我開自己公司 所以我一九八零年結婚 一九八零年開始公司 到現在公司開了四十年 因為很多人去看一個人的成功 只是知道他成功 很少會了解他為何會成功 而他成功的過程又遇到甚麼 譬如現在的年輕人 尤其今時今日的香港年輕人 多數都是比較灰心 覺得前途很渺茫 諸如此類 根據你自己的經驗 你會怎樣去鼓勵他們 你始終我發學的堅持大師 你幾個叫堅持大師 我堅持的堅持是很厲害 我很多事情我不太放棄 只要我看重覺得對 我就不顧一切金錢時間 我拐了身去做到好位置 做到我覺得要交稿才肯放棄 所以我想我堅持得很強 還有我一個typical男人很花心 水平座AB血型 我覺得花心是促使我 人這麼有野心去接觸不同層面的創作 例如我廣告出身 我做平面包裝 做室內設計 藝術管理 我本身嘗試做不同藝術身份 做過展覽 最近又教人插花 上星期兩、兩星期前 開始學人畫柔畫 這些就是花心 但花心是一個motivation 使人向前 我經常說 爐仔前面有個蘿蔔 才向前走 我覺得你不斷創造自己前面有個蘿蔔 不斷自己想要 於是你便向前走 我經常跟公司同事 有很多從事經常做 都是跌倒線 為何人生沒有目標 或很空虛偉然 覺得很不知怎樣 因為你是沒有目標 那個目標 我覺得不要緊要是高或低 只要你的目標 你便向前走 只要你向前走 就代表你向前走 快慢不要緊 最問你是停留不定 所以我不斷在世界上 一些不同的 我享受人生的目標 擦花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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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喜歡擦花 因為我在上海開了一個pop up 每次上海都買花 形成了愛上花 那種天的美態 那種 那種 枯毀了那種頹廢的味 所以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曾經說的yabiabi 我覺得就是 最重要是人生要有目標 第一個目標 不要理會高低 我亦覺得目標不會一個 有不同的目標 做事的目標 生活的目標 享受目標 適應的目標 穿衣的目標 喜歡卡拉OK的目標 即是沒有一個目標 我想唱成呈信 我想唱到容祖兒 為何不可以 我想像皮卡索 天馬雄 都是一個目標 人生最糟糕的目標 你便沉下去 我又想回周星馳那套電影 即是說 如果人生沒有一個理想 就跟咸魚有何分別 對 所以我都跟年輕人說一說 目標其實你未必一定要一開始 就定一個高不可攀的目標 其實重點就是 你知道人生的方向 你想做些甚麼先 定了目標之後 你可以定一個近一點 容易一點達到的目標 然後你便開始去嘗試 千萬不要怕錯 因為有很多人怕錯 船頭驚鬼 船尾驚醜 第一怕錯 現在年輕人很怕 被別人跟不同眼光看 他覺得沒有自尊心 沒有成功感 這是要避開 因為年輕有甚麼所謂 說得不好聽 年輕人被人看不起是應該的 還有我想說目標的堅持 你的目標就是 當然一方面你不需要去理 高與低的問題 但我覺得目標通常 我怎樣設定出來 我們有四個 誰先而為 隨著心而出 Follow your heart 我很多時都是Follow your heart 我做很多無謂的事 都是因為我喜歡 因為你Follow your heart 你的目標 因為你Follow your heart 出了目標 你那樣很厲害 因為沒有人阻礙你 因為你的見證 去做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的目標 能夠隨著心去定出來的話 是最厲害的 因為你已經愛上最厲害 當你愛什麼的愛 我是無條件 當無條件的時候 是力度最強的 我們叫做無欲則剛 當你無求的時候 是沒有人可以傷到你 你最強的 當你沒有人可以賄賂到你 那時候你的聲音最大 是呀 是呀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就是推行一件事 就是停一停深呼吸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覺得很不開心 或者很有壓力 總之任何的負面情緒 其實都是來自一些心的問題 我心有情緒生起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有很多東西 你都看不開 變成如果可以在負面情緒一起的時候 你知道了 你立即用方法釋放它 就容易了 那釋放的方法其實就是 用心感受呼吸 就是你只要回到呼吸那裏 你停止腦 不要去思考 那慢慢你會平復 但是當然你需要多一些的練習 你才會得心應受 否則你從來不練 你一生氣起來 你就不記得了 要回去深呼吸 當你第一次提出和我對談的時候 我都問自己這個題目的因由和事情 我又反昇一下到底是甚麼事 因為你都和我說了兩句 關於呼吸和冷靜 我和你說到現在還是有情緒 我情緒是大部份時間都可以的 即我控制 但我又有些耐不住 一些高低低的情緒 我經常都告訴自己 我不斷在做創意 我是一個創意人 所以說創意人最重要是有情緒病 如果你是一個很平凡的心電圖 那你見到創意人 你應該的心是 看到人在跳 那你才可以的 你心裡是創意人 沒有情緒病 你這樣不可能做事出來 我經常提醒自己 我要有情緒化 我要確保我的情緒很狀態 立即走出來 見到東西又有激情 又有反應 這樣才可以做創意人 但on the contrary 反正來說 如果一件事 好像讓人跟你心風心風 糟糕 我太平時 我唱出來沒有激情 電影 大電影的導演 他電影這樣看又有激情 因為畫家福藝 你有感受 因為他有激情 一個歌手 他有激情 這可能跟你把持 剛才說的 心呼吸安靜下 沒有衝突 好像有衝突 沒有的 沒有衝突 因為問題是甚麼 你到現在還笑得那麼開心 你這個笑容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由我第一次 五十年前 接近五十年前 你也是這樣笑的 你到現在也是這樣笑的 即是說你根本沒有給情緒去搞到你不行 即是說你懂得去運用情緒去給自己加入創意 多謝你這句 這個很重要的 即是說其實我們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不是說你這件事不要做 你這件事做就對了 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做還是不做 那個不重要 反而是你做的時候 你的心念是怎樣 當你提出一句深呼吸的時候 我都問過 不行 我前一天又發了脾氣 我對媽媽發了脾氣 或者和兒子 爭爭爭爭 我當然明白深呼吸是作用 我明白的 我完全明白那個作用 但在那個時刻 你是很難告訴自己去深呼吸 因為你的情緒激動起來 你怎會更深呼吸 你難能發展出來 所以不是要在情緒起之前 你要覺察到 即是那叫做self awareness 即是你會覺得 咦 我想 我覺察到它不對 所以我要發脾氣 我覺得它醉得不好 沒有禮物所以我要說它 因為你還未開始練習 我還未剃光頭 不需要剃光頭 你留好長頭話都無所謂 但最重要其實是 你本身沒有給這件事影響到 人是有感情 這是正常的 我現在都有感情的 但問題是 我不會讓感情走 不會讓它控制我 所以我說 在發情緒之前 控制不要發情緒 因為那一刻突然走出來 對事情不滿 對人看不順眼 你當然想發聲 這時刻要解決 你當然要發聲 那一刻你要做 怎樣可以告訴自己 hold back 多一會 不是hold back 不是的 我這個logo 很多人都看到 現在我們的畫面 由上角都會看到 其實這個logo是一個心字 是 中間的兩棟就是 就是多心 兩個心 就是pause 可以說兩個心 是暫停 其實暫停的意思是 我們不是不做那件事 不是逃避的 因為你說這件事會有程序 你離開它 不是 或者你按住它 都不是 我們是暫停 停一停 給自己定定才做 我就反過來 我對我媽媽發人疲劫好 或者我和家事 對話有些衝撞的時候 我過後就會心靜想回事 過後我一定想 很多人不想 我是過後想的 我全部過後想的 每次都過後想 有後悔 或者不認同 都什麼情況 但支持 將它反過來走遲一步 出現情況之後 去深呼嘴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如何把控去做 因為你還未練習 所以你要練習一下 其實不是不做的 不是說完全不生氣的 你都會生氣 但你不會用一種發脾氣 那種方法 你會用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 因為通常有些人 你叫他做那件事 他做不到你的發脾氣 再罵他 其實他更加做不到 因為他怕 但反而你一想發脾氣的時候 你知道發脾氣是沒有用的 但你又想發脾氣 那時候你就要過後 然後你再告訴你 不如這樣做是否好些 你會用另一種方式去表達 我有試過 因為我都沒有人家 不要說我幾歲 我也有嘗試過 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在時刻發生的情緒問題 我有的 但不容易 因為我始終是一個 我還是活在當下的創意人 變成我的情緒很澎湃 我看到很多的反應很大 所以那件事我也在聯繫著 這真是有好處 我們再交流一下 陳佑堅的名字是香港名牌 我們一想這件事最厲害的 是否八十年代 即是打入日本市場 當年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對於日本的事已經崇拜到不得了 即是設計那方面 當年我最記得我入行之後 我看香港的攝影 專業攝影的市場 整個亞洲日本是第一位 香港已經第二位 然後你說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 或者泰國 都離很遠的 他們相差很遠 但第一位和第二位其實都相差很遠 對 所以我們那時是直接崇拜 不懂得看日文都隨便 即是公司照片 即是那些書 實在訂閱來看 但為何會一個香港人 會在日本 即是說日本人 其實他們都是幾封閉 即是他們不是那麼容易去找其他人 來幫他們做事 但為何會打開到那個市場 而且還要做得那麼成功 我雖然不是佛教徒 我又不是宗教人 但我覺得很多都是上天安排 一個很偶然機會 日本的西武伯伯公司 在銀座七層高的新建築 想做一個最大型的香港接 叫做Hello Hong Kong 當時日本西武伯伯公司 找了創意總監田中一剛 Iko Tanaga 去看幾個計畫 香港設計的計畫 希望用香港人做香港形象的計畫 在日本 那時候是否要比 不用的 我雙手三四個人 TTC拿了我的計畫 給日本 日本選了我 田中一剛才選了我 由此 八七年後 啟動了我 過去幾十年 日本市場的發展 這不是設計方面發展 因為這位先生是一個很崇高 尊敬的一個長者 除了他的創意 很多來自日本京都傳統文化 他也是一個文化大使 長期在外面做展覽 廟室全部收緊他的作品 他給了我第一個機會 我當然要感恩 所以我不斷去日本拜訪他 變成朋友關係 中間他推展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展覽 例如日本有間的GGG Ginster Graphic Gallery 只是展出全世界最上級的平面設計 我是第一個華人在那時候展出 定下了日本人對香港人 甚至後期 日本人對中國平面設計的看法 都是由這條線走出來 然後我不是做設計 做了代言人 做了毛特兒 賣傢俠 現在是拉薯樽椅 然後是Kieran 麒麟的賣啤酒出柴 找我做代言人 我們去越南 我跟Mack GQ 在四百多年的皇宮拍廣告片 我是男主角 整個查 兩三個地方 所有街邊的廣告都見到我查 見到廣告 加上我又被田中英國推薦 做一些國際評委 日本人叫Monsawa 是做自體設計的 西方中方 他推薦我做自體評委 然後做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圖詞比賽 在Mino的圖詞比賽 等於日本景德鎮 每年有十多個judges 一批看設計 一批看craft工藝 我負責看工藝的其中一個 我們就蹲在地上一個很美的場館 有幾千個圖詞比分 做幾天 在Mino的一個鄉下地方 景德鎮很美 不斷上電視接受訪問 所以在1994年我鋪天蓋地 每個月都在日本出現 在不同媒體 所以經過Mask product 就是茶酒 後來我又在日本 跟日本人開了兩間茶館 一間是Takashimaya 一間是在新宿 另一間是在大阪的Hankill Department Store 這兩個Tea House 都是真正把中國茶現代化 就是High Tea 帶到日本 又是我帶了過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 水銀舍在不同層面出現 在藝術文化設計 都見到我的名字出現了 所以捧了我出來 所以我大受歡迎 好像這個市場是前所未有 那麼開心 我想做的事都是很享受 因為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當然你第一次的機會 可以說是幸運 但問題就是 都是要別人的 portfolio 夠了才會選擇你 當然第一次機會之後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這是不能說的 但只要你做出來的事是好 自然就會陸續有不同的人 有一點很重要 剛才提到 你很客氣 一個華人受到日本人的吹捧 為何日本人某方面排外 很固執 有自己的文化 有自己的文化 我想主要是因為 我做的作品 我首先了解 很多都是跟中國文化有關係 起碼有一半以上 我將它現代化成現在的生活 宋代簡約 唐代繁華 兩樣元素都在我作品出現 當他們看我的作品時 感到中國文化的根 是他們很尊重的 所以某方面我認同 是因為我的設計作品 和中國文化的關係 是跟他們走在一起的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問我的話 為何我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當然你的設計的質素是好 這是重要的 另外一樣 因為我聽過你講 你總之是見到一些古靈精怪 一些舊的東西 你會買的 而你有很多東西的靈感 就是來自那些古董的設計 因為你試過拿一套東西出來 然後一直拆架 你看那些人的設計 是千多年前的設計 會這樣 即是你這種愛好 就完全可以用得到 這是一個很… 剛才我說Follow Your Heart 就是隨心而為 因為由我收藏 我野心的收藏 我多心花心的收藏 使得我鋪天蓋地 由街邊一張舊的明信片 到一個拍賣行的一幅字畫 例如我前年收藏了一個高台紙 高台紙和尚 百幾二百年前的一個卷族 出現寫三個字 三個字 筆滿滿 筆 筆要的筆 滿足的滿 後面做的一個滿 哦 這是佛計 但我很膚淺 為何叫不滿 大師經常說 因為你不滿 你不開心 實際上不是 不滿的不止一次 是不滿不斷有 當你知道不滿意的東西 不斷來的時候 你的心會平靜 另一個解釋 最後再問另一個解釋 就是 不滿滿意的詩 你不要滿意不滿意的東西 那你就很開心 這是佛計 我買了 這將會出現我今年出版的書裡的結尾 人生 原來很多東西是追求很多 因為人生是追求美好 正常的 我相信現在出家人生 你都是追求美好 是追求向善 希望向善 都是一個美好 你都是一個目標 當然我們的目標不同 但我們明白到 目標永遠不滿足 你繼續向善 因為你會人區自己去 或者你不要因為不滿意 要深呼吸一下 所以佛計我現在藏在心裡 不滿滿 其實這是金剛經的意義 即是否定之後再行 是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有佛計 另外就是 我有些奇怪 因為我最初以為 你在日本那麼成功 日文當然很流利 怎知道原來你不懂日文 原來人與人之間有個隔膜是好 夫妻之道都是這樣 拍拖男的關係 不要太痛 有個追求 有個下想是好的 太痛 要太淡一杯水 水可以好 但又淡水 你不准散一杯茶 所以原來這件事 有很多東西可以啟發 所以我經常喝茶 沾茶可以看到很多 另一件事 我知道日本人最做事 那種象形的精神 那時候他們是揭而不捨 這就是我的性格 這很難是我的媽媽 我現在媽媽現在七歲 還和我住在一起 現在他做事的態度還是很堅持 說得好一點 有理想 我做事的態度 可能是超越了日本人對事的要求 因為我看到 如果我入了社會 要讓人認同 我一定做事 不是比他高 我比他更深一點 所以做事的層次 層面 禮貌 程序 我做多一陣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的所謂 survival key 我能夠在日本生存的原因 其實剛才你說 我給你堅持大師這個名字 或者大家不太明白 或者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內志 我們曾經有一個合作 也是在這個Gallery 應該都是兩三年前 三年前 一個展覽 當時有一班人圍著聽 就是講解 我當時 好像有一個朋友問 即是說 你經常叫人不要執著 不執著 怎能做到事 於是我就解釋給他們 我說 執著和堅持 表面上看似差不多 但其實是有分別的 因為執著很重視結果 總之是 過程怎樣都好 我總之一定要看結果 但是堅持很重視過程 我會百分之百投入 我會盡力 有不行的時候 我會想到 但結果出來 如果我自問 已經百分之一百盡了力 我於心無愧 但因為可能是時機的關係 可能是外來因素的關係 令到它不成功 我不會耿耿於懷 但執著的人 就會很不開心 你當時 你會說 我是一個很堅持的 你也是設計大師 所以堅持大師 如果有一天我出家 我會做 現在你經過了很成功 大家都覺得 如果我是他 這樣就很辣 但你是沒有停下來 因為不說你幾歲 我今年將會66歲 我讀中學的時候 你已經在做那個公司 大家都想像到 你一定是年紀比我大一點 但你還沒有停下來 當然你現在繼續衝刺的目標 就不是說我還要賺多少錢 完全不是那件事 那是甚麼心態令到你還可以繼續 除了你說 因為我很堅持 我的創意仍然不斷之外 我也有問自己 我已經根本超過退後年紀很久 是 坦白說 現在賺錢是生活以前很多 不是因為這兩年的社會關係 根本現在整個大氣候 你很難賺到 easy money 不過是因為現在的人 很多自己都搞得好 因為電腦又發達 我想我一直繼續上班做事 甚至國內的客人說 陳老師 你會親自去罷關嗎 我沒有這麼說 我收到這樣的價錢 當然我出現 當然我退做 當然我不會落手給你煮 但可能是條魚我調回來 菜我選回來 我看著菜來煮 方向就是我做的 因為我做人做事經驗太豐富 我是很準的 我看市場也很準 所以我帶著我的團隊 我是給方向 Execution 他們才做我改 才做我改 一定是這麼做的 就算Norman Foster 在貝利明 他也不會自己 搭槓筋做事 水泥 他拿了方向 我們身分就是把關的方向 所以我到現在都在做 就算卡片小到自檢牌 你做完 你給我看 我開始說 今天我們想吃素菜 素菜也有種做法 今天素是辣 印度辣 四川辣 上海辣 但我不會管著你煮甚麼菜 我實際上是很開放的 但怎麼可以這樣行 很多人不明白 我都沒有管著 因為你們太年輕 我不給方向 你可能一個月兩天才出 我趕完之後 你下星期出了 因為我是收窄 今晚我吃素的 今晚吃辣的 今晚吃意大利 意大利也可以做法 但不是說 我擺明那天 是要吃素的 就是要做一些雜菜 我擺明他不吃素 我會說清楚 我不是管著你 但現在要有一群同事 他們太了解我 所以我不是管著他們 我而是扶著他們 給方向 我以我這麼多經驗的人 去宏觀態度 看這件事已經如何出現 這盤菜已經如何出現 今晚飯已經如何出現 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感 因為我的同事跟了很久 我不可以說不做就不做 最重要的是 Digital科技的演變 令我對科技有興趣 例如我兩年前做一個 Digital影像的 一個裝置藝術 在銀座 Polar Gallery 壓力很大 然後我瘋狂了 10月1月2月3月4月 我每月去一個星期去銀座 因為我展銀座 我只是拍銀座 我由我25歲 即是70年到現在 我去銀座 吃過麵條的地方 坐地鐵的地方 到今時今 Comedy的賬場 Door Street Market Hermit的賬場 我喜歡的地方 拍攝當時門口那張照片 他馬上離開 我拍攝了 我拍了六千多張照片 又用了五百多張 做了一個Digital installation 十六米乘三米 我好像給你看過 你是否瘋狂 你問我為何 因為我覺得 Digital可以另一種玩法 我還沒玩過 我還可以拿相機 我一個人沒有助手 我只是忙 我在十字路口 沙拉杯車撞死 我想CTV 想著這個人是否打劫銀行 過星期拍十字路口做甚麼 我正在做這些 我覺得世界很美好 世界很美 去大排檔也好 去五星級飯也好 去當年我遇到Clubman也好 去農村住民宿 我認載它 我沒有所謂 我覺得原來世界很多人 我世界是豐富得不得了 如果你不打開眼睛 你的眼睛怎麼打開 是用你的心打開 你的眼睛 你眼睛這樣打不開 是因為你眼睛沒有打開 所以眼睛看不到東西 很多人說 為何你的iPhone相 跟iPhone相不同 和一起拍攝 你都沒有打開腦 去融化鏡頭拍攝 當然沒有 你沒有開啟你的心 那是為何你的眼睛會閉嘴 從心著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佛經有說 萬法為心做 尤其是創意行業 不論你做任何一種形式的表達 都是你內心世界的表現出來 這次你來的空間 大家看不到前面的繁華境界 這是一個三十多年前 買來的工廠大廈 本來是抱負藝術 支持年青人 租給人賺少少錢去支持 我支持很多年青人做展覽 我很開心 我完全沒有生氣 因為生日 去年我打算鋪天蓋 重新裝修 變成一個私人的空間 家裏 迷藝 美術館 你們看過有四百件的APP 那不是想展示 有幾個APP 而是我的內心世界 我想讓你明白 原來不是只想看到的人 因為疫情關係 要停在這裏 然後我招呼朋友來 我認識了一群新的朋友 過去那十個月 全新的朋友 是一個不同境界的朋友 很開心 又啟動我對創意 或看視的觀感 人不是一個個體 人是一個群體 這群體要接觸到不同層面 才能擴闊自己的心靈 打開自己 去享受你的生活 這就是寫得 你有寫才有得 為何寫得 因為這裏這麼大地方 你是為了一個生日派對 裝修兩個月 變成了博物館為一個裝修派對 你裝修了兩個月 其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你就不用拆了 暫時可以保留 變成可以結交不同的人 但其實最終都是要第一步 第一步你要捨得去做這件事 隨心而為 變成我想做就做了 因為其實有錢未必懂得享受 有些人只看著數字 可能只看著數字已經很滿足 沒得說 我認同你捨得的一件事 雖然我不是一個很豐厚家底的人 但我覺得我經常都說 譬如我這月賺了十元 我賺了十元 我拿了三元去洗我想做的事 我還賺七元 再大方一點還賺五元 我的態度是這樣的 可能我的銀行會得很少錢 但我周邊圍繞著我生活的東西很豐盛 那就是享受我的生活 我是這樣的 還有之前年輕人在搞戰爛 我完全沒有說回報 因為其實生命的質素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很多人覺得錢是生命之中最重要的東西 其實很笨的 尤其是我們為何想賺那麼多錢 其實就是希望開心 但有很多人用不開心的方法去賺錢 你賺到錢之後又怎會開心呢 其實我覺得你又不算是國際富豪 或者香港十大富豪 即是有牌 但問題是你是懂得怎樣去用 和怎樣去享受 可能我是一個刺激師 我剛才和你閒談 因為你說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年輕時你都很花費 跑車 賽車場 飛車 坐飛機去巴黎吃頓飯 看展覽 很多美人圍著你 不作畫客 你也是一個high society的攝影師 當時你和Robert Lamb是一個秘座 我沒有去那麼厲害 你走一條線 我都不算我問多一個問題 你突然間出家 我們大家朋友都很驚訝 當然見到現在那麼開心 我們都開心 你為何丟下這些東西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問過 我都問多一次 其實很簡單 問題就是我都是想離婦得樂 離婦得樂的意思是 其實你現在做的事都是 你不想辛苦的 你不想痛苦的 我想開心的 你做人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人為何 我剛才說 他拼命去賺錢 但他用苦的方法去賺錢 希望得到樂 甚麼是苦的方法去賺錢 譬如說他一天做很多事情 他已經是賺到錢 但他覺得不夠 我還要繼續投資 我要留意全世界哪裏的股市 哪裏的那裏 我可以賺到錢 我就要去做 很累 但他都不休息 譬如說一個正常的生活 他可能都過不了 尤其是你知道香港投資的人 做美國市那班 是兩個shift的人 但因為他想賺盡他 兩個shift他都做了 這樣就很辛苦 但他覺得自己銀行數字 一路增加的時候 他就覺得辛苦都值 但問題就是 有機會他賺到錢之後 他沒命要花 又或者他沒有了健康的時候 他想享受都不行 我新同感受 因為我做中國市場 做了十幾年 我很多客戶都有錢 有些是所謂補發股 有些是農民發達出來 有些是踏實出來做生意 但我發覺大部份的健康都一般 可能他們大部份在競爭很強烈 在窮的環境掙扎出來 很多人事關係比較複雜 所以見到他們的眼睛黃 皮膚黃 喝酒 吃煙 我覺得大部份男人 很多人很不健康 這是不太好 所以在這個環境 形成一個生活狀態 所以我說 當我跟你說 我年輕比較享受生活的時候 其實我跟你 身家來說 我跟你仍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但我仍然很懂得去享受 但我仍然有很多煩惱 我已經是這麼可以享受 但我很奇怪 為何仍然有這麼多煩惱 很多人都很羨慕 你現在還有煩惱 其實現在都一定有 不過問題就是我怎樣去看它 所以我當時覺得 這樣不行 被我接觸佛法之後 我自己深入去了解之後 發覺原來有個方法 是真的可以來苦得樂的 可以自己做回自己心的主人 不用跟著別人的價值觀去走 不過我便開始學了 但一路都是兼職 我覺得兼職的進度很慢 於是有一年的生日 我早上起床打坐的時候 我就想起 我的命又短一年 每年生日都是這樣的 我有甚麼應該做未做 我便想起 不如轉全攤 即是我不再用這種模式 因為這種模式 解決不了我的需要 所以我便轉個形式 當然在開始的時候 大部份人都不看好 因為我之前這麼享受 突然間去那裏 晚上三個人住一間很小的房間 然後旁邊的田 那些青蛙大聲到不得了 然後又有蚊 又沒有冷氣 但問題是 我仍然落在其中 我聽到現在 我都不相信發生這件事 我已經是 你的慾望這麼強 和我差不多 有時等於我年輕的慾望一樣 或者你比我更瘋狂 因為你喜歡開賽車跑車 不是開快車 這個心態能夠今天去到今天 這個車這樣煞停了 我說我是不相信 你怎麼說我都不相信 因為我當時… 你是不是一個孖身兄弟 不是 因為我當時 我知道不煞車 我就撞車了 回到這次主題了 但我都想學習 深呼吸的東西 你再說一次 你怎麼去做 可以幫到我們生活 一種和諧的節奏 其實當我遇到一般人覺得煩惱的時候 我不覺得那是煩惱 不可能的 可能的 因為那時刻是情緒最激昂的 其實我幾乎都要用這個比喻 就是半杯水 你一定聽過的 當你的杯子剩下半杯水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很慘 怎麼辦呢 我剩下半杯水 還是說真正了 我還有半杯水 那半杯水沒有變到的 但你的心態 如果當你是感恩自己 還有半杯水 你的心態是開心的 但是別人在罵你 使你不開心 那你怎麼去平復 在那秒鐘告訴你 不要深呼吸 不要罵 不要反抗 做不到 我現在做不到 做到的 因為當他罵的時候 我去看這個人 我不是覺得這個人真是黑人憎 我不是這樣看 是他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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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很慘 他不是應該被懲罰 他應該被同情 因為他這樣發爛 他內心一定有很多不開心的事 他才會這樣做 那我除了那一刻 我深呼吸避開了 也叫避開了 不說的 那是否在職場離開的環境 是過後才說 還是怎想學這套 這個也是要視乎情況的 難道他打你 你還在那裡 打完右邊 打完左邊 不是這樣 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你都要離開的話 都是要離開的 但不會是第一時間離開 因為第一時間離開 就變得逃避 很多時候我都會說一個叫做四他 即是說面對他 接受他 然後處理他 最後放下他 我以為是幹掉他 這樣解說 幹掉他 幹掉他是有後果的 所以 你可以用語言幹掉他 他又想幹你 那便沒完沒了 所以 其實為何停一停深呼吸 那麼重要呢 就是你有理智去再決定我跟著怎樣走 但如果你的脾氣已經發出來 正如你說我發脾氣的時候 我怎樣控制 沒有得控制 然後去控制 然後去看自己的心 當時我不是一種亂的狀態 我覺得哪一種做法是最先的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都面對過 Encounter的情況 我發覺很多同事 朋友 家人 他們都用這個招數 面對過我 因為我知道 不出聲 不出聲 是控數最大的 他不反應 不回答你 看著你 你說的 大家一起離開房間 那是最絕的招數 我不知道那是否 你心呼吸 那是不理你 就不出聲 他不罵你 那你忙了 不說不說 說得很累 他逼你去反思 你剛才說的話 他走開了 都很絕技 但我都嘗試學 因為都是別人教我 因為他對我 對得多 我被人多不出聲 我就猜不出聲 然後比出聲更兇 是的 沉默其實是很大的力量 沒錯 其實佛陀都經常用這招 有些人問他一些問題 他覺得我答來是沒有用的 亦都對那個人沒有幫助 他就不回答 那不是沒有禮貌嗎 不是的 其實是看對手 因為曾經試過有外道去挑戰他 又問他這件事 他一直都不可以 但那天我突然醒了 便覺得 嘩 多謝你的教父 即他可能聽到自己的聲音 說話沒有禮貌 沒錯 即是聽自己說話 因為你可能 吵架衝突時 或開會爭拗時 你會衝開書說很多話 當對方不出聲 靜光 你聽自己說話 我都有試過這樣 其實要反思 我現在比起出家之前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在哪裏 就是我自我覺察能力強壯 當然 我知道自己 咦 我有起心動力 我有些醞釀一些情緒出來 我馬上釋放了 即是我們這些凡人 我們有很多雜念 有時我做創意 今天一樣那天那樣 有很多雜念 雜念去產生一些創意的機會出來 我經常這樣說 但以你現在出家了 你是沒有雜念嗎 不是 不是 我們的要求不是令到你整個人沒有事情想 那便變成白癡 其實不是的 而是我們仍然可以想很多事情 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問題是 我不會跟著那件事走 我仍然很清楚自己做的是甚麼 就是清楚自己做的是甚麼 但當然重點就是 這些是道理 講當然容易 做起來很難 所以便要練習 其實練習很簡單 就是每天一做一晚 是靜坐一陣 可能是十分八分鐘 我的靜坐 其實我現在在網上 也有很多片 會教別人怎樣做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YouTube 都很容易搜尋 有興趣都看我的靜坐 我也是靜坐 不過便不方便公開 我們這個敘舊 很容易便過了 其實我們一生的人之中 可能很快便過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每一個當下 我是真的活在當下 因為我們做創業的旅程 很長 所以我覺得每一刻進來的工作 有機會和朋友去做 我覺得我想做的事 我現在都是這樣 希望大家都是 就是凡事不要想了些不好的事 但又不是說我甚麼都要想積極的 因為這樣你又是迫自己很辛苦的 所以有一句說話 我覺得很正 就是It's OK to be not OK 有問題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一句 If you're OK I'm more than OK 所以總之 總之 重點就是在你自己的能力範圍裏 你可以怎樣做就做 就正如 我雖然已經出家十一年了 但是我何時才會明心見性 可以成佛呢 這是我的目標 但何時做到我沒有所謂 總之我現在向前走一步 我就近了目標一步 總之就是這樣走下去 希望大家一起共滅 多謝各位 拜拜